近年来,我国的网络直播几乎是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,在如此庞大的市场中,裸露、淫秽等色情内容也层出不穷。 近日,文化部就再次对网络直播平台做出了集中整治,裸露升起色情表演是网络直播中较为常见的违法行为。 据报道,有业内知情者表示,涉黄女主播之所以名目张戴,是因为得到了一些直播平台的默许,大尺度的直播可以迅速为平台聚容人序,从而来进行盈利。